曾经的各位专家各位同道大家晚上好 我是武汉市基因坦医院的阮林国医生 今天非常高兴和大家分享 关于新冠肺炎游行的疫情情况下 我们HIV感染者的这种治疗和管理这样一个话题 我想从三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第一个就是我们2020年武汉地区 HIV感染者和我们这个新冠共感染的这一个情况 大家做一个汇报 同时我们分享一下关于在新冠疫情流行情况下 我们两者的HIV感染者他们两者的相互的影响 同时我们想和大家共同探讨一下 在后一期时代或者是在我们疫情流行这个期间 我们如何去做好我们HIV感染者 或者是艾滋病人的这种治疗和管理 首先我们想分享一下在2020年 我们武汉地区在新冠疫情流行的情况下 我们HIV感染者感染的这个新冠的这种情况 在2020年我们武汉出现了一个新冠疫情的一个流行 总共我们有1100万这个常住的居民 中间我们总共有50333名感染了这个新冠病 当时呢我们有60001个这个HIV感染者 存活的HIV感染者 我们后来经过一个身份比赛 发现这个中间有35个HIV感染者 当时感染了这个新冠病毒 我们对这35个感染新冠病毒 做了一个分析 发现这中间有15个出现了严重的这种新冠病毒 这一个病其中有两例因为新冠病毒的感染而死亡 我们在60100个这个HIV感染者中间 我们和这个1100万的人口做一个比较往 我们发现HIV感染者并不是我们 和我们的普通的这种这个人群感染新冠病毒的 这种概率是没有差别的 但是呢我们发现感染HIV感染者 他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出现的这种重症化的概率 或者是死亡可能要高于我们这种普通的这种人群 普通人群 所以说他是感染HIV感染者 可能是我们重症化的这个风险危险因素 那么我们对这个6000一个HIV感染者 做了一个分析 发现这中间35个感染新冠病毒的中间 年龄大于50岁的有20个 那么要高于我们的其他的这种年龄蛋 所以说我们分析啊年龄大于50岁 可能是我们HIV感染者感染新冠病毒的这个危险因素 同时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 发现这35个HIV感染者中间 有三个没有接受过HART治疗 那么有四个接受过HART治疗 但是在这个时间段 他停用了HART治疗的药物 我们也分析发现这个可能没有进行HART治疗 也是他感染这个HIV新冠病毒的这一个风险因素 当然这个因为样本比较少 不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数据 那么在新冠疫情流行期间 我们有22个这个HIV感染者 我们检测出他的鼻咽式子 或者是做出了病毒这个新冠病毒核酸的一个检测 我们发现整个的这个新冠病毒核酸转移的时间呢 中央时间达到了30天 他要比我们普通的这种人群核酸转移的时间 相对来说要更长一些 可能与他的这个免疫的缺陷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在疫情结束之后 我们又对这些患者进行了一个随访 我们进行了一个新冠病毒的这个核酸 这个抗体的这一个检测 我们发现这个病毒 HIV病毒阳性的这一部分人群 那么他的新冠的IgG IgM 他的低度啊 要低于我们的HIV阴性的这一部分人群 那么这一部分人群 我们今年现在到一年了 我们正在进行一个现在的试访 看看这33个存活的共感染者 那么他们的这个临床 及其他的免疫状况 我们现在正在进一步的进一个研究 那么接下来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这个新冠游行期间 HIV感染者他们之间的二者相互影响的 这样一个我们所常说的二者 是不是相互影响的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一些感染者 会不会对我们新冠感染 是不是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早期来自于欧洲和美国的 这些病例研究中间 我们发现了HIV感染者 他并不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新冠感染的高危人群 特别是南非和德国呀 他们发现HIV阴性的和HIV阳性的 他们感染这个新冠的概率 是差不多的 那么当时随着这个深入 我们发现在美国也调查 发现有2,078名的这个HIV阴性的 阳性的和1,333名的这个HIV阴性感染者 发现那么HIV感染者 他感染新冠的概率呀 还是高于我们这种普通的人群 那么在早期我们发现 美国的纽约的一个研究 有68名的这个HIV和这个新冠 共感染的这个人群中间 他们做了一个研究 发现这个HIV感染者的状况 和我们入院率 机械通信率 包括住院30天的这个死亡率 那么两者是没有差别的 那么对于生化学 包括这种炎症因子 发现二者之间也没有差别 他们分析早期的数据分析 那么HIV感染呢 可能对这个新冠的这种影响不大 但是随着我们病例的增多 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最新的这些数据 发现我们HIV感染者 可能是我们新冠病毒感染的 这个异感因素 同时呢 那么他的住院率 ICU的入住率 包括机械通气和死亡 那么他的风险会更高 你看在美国这个纳入了 286例的这个HIV和这个 新冠病毒共感染者中间 有57.3%的都入院了 有16.5%的都入住了ICU 那么他的死亡率高达9.4% 要高于我们的普通人群 就感染了新冠之后的这种情况 同时来自于美国 英国和南非的三个国家 多中心的这样一个研究 拿了175例的这种 HIV和病新冠共感染者 中间有28%的出现 严重的这种新冠的这个感染 那么有4%出现了死亡 那么在纽约又另外一个研究 有2988名的HIV和这种 新冠共感染者中间 有接近30%的出现了住院治疗 有6.9%的在出现了死亡 那么这些数据都证实了我们 HIV感染呢 是我们新冠感染的这种高危因素 同时也是它重症化 或者是死亡的这种高危因素 这是我们目前达到共识的 这和我们在武汉的 我们35例中间出现两例死亡 同时有15例的这个重症病例 是基本是一致的 那么关于这个现在就是 HIV抗病毒的药物 对这个新冠病毒是不是有影响的 这个研究其实有很多 那么这比较热的 我想大家都关注的是 关于诺皮拉维和利多拉维 对新冠的这个治疗 到底有没有作用 这一块呢 有几个RCT的研究 那么罗宫之后呢 也做了一个最早的发表的篇文章 证明这个诺皮拉维和利多拉维 是没有太多效果的 那么我们医院也设计了一个 比较好的这个RCT的研究 我们证明了 这个诺皮拉维和利多拉维 对新冠病毒 其实它不能减少重症化的发生 也对于28天的这种死亡率 也不能降低 同时对于这个新冠RNA 它的转因的时间 也没有明显的缩短 但是它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就是可能会出现腹泻 包括肝功能死亡的 这一些毒服反应 那么Tips的临床上我们观察到 更多的可能会出现 和其他药物的GDI的发生会更高 所以不主张 诺皮拉维和利多拉维 作为这个新冠的这种治疗 也不主张我们HIV感染者 用这个药 增加这个药来预防 我们新冠的这种发生 同时呢 我们的临床上也在发现了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这里当时在 疫情流行期间 我收了四个HIV合并 这个新冠共感染的这种患者 那么其中有两例我们当时是感染了新冠 同时它又出现了 HIV相关性疾病感染 也是肺胞肌肺炎 就是PCP 这是我们的临床上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因为新冠病毒 它也是一个兼职性改变 在影像学上是某不量改变 而我们这个PCP呢 它也是在影像学表现在某不量改变 当然二点是在影像上一些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如果不是从此HIV工作的 防治工作的这样的医生啊 可能在临床会出现忽略 那么我发现一个文献 就是在西班牙也有这样的报道 就是HIV感染者感染新冠之后啊 同时合并了 也是肺肺炎肺炎 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的去鉴别它 可能会影响这个 共感染者在临床治疗的这种效果 我们需要关注这样一个话题 那么对于新冠对HIV感染者 是不是有影响呢 我想这个影响大家是达到共识的 它是一个全方位的 首先从政府层面来说 政府关注新冠的这种救治 肯定是更多了 那么对于HIV的这种检测和治疗 可能力量上关注会更显得比较少一些 同时我们发现在欧洲啊 也有这样的报道 有60%的从事HIV防治的这些幼儿人员 由于新冠的工作影响 它开始从事了新冠防治上去了 那么有70%的从事HIV防治的这些医疗机构 也去从事这个新冠的防治上去了 那么在欧洲是这样 其实在我们武汉和湖北去年 也出现这样情况 我们几乎80%的这个医疗机构 或者是从事HIV防治的这个幼儿人员 都是兼职了两项的工作 这可能影响我们HIV这种防治 那么对于抗病毒药物的这种购买 或者是免费的领取 可能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还有我们这个在疫情流行期间 我们HIV感染者 他们的心理状态是受到很大的影响的 他们容易出现焦虑 失眠或者是疑狱的这种情况 还有我们供感染者可能会造成 他们生气的这种影响 所以它的影响是一个全方位的 身心方面都有影响的 还有关于我们HIV感染者 他们注射新冠疫苗的这种疗效 有效性和安全性 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研究和探讨 那么在这个疫情进行下 我们看一下波斯顿的这个社区的一个研究 发现在疫情进行期间 我们高位人群的HIV的检测 是明显下降的 下降了几乎达到了85.1% 那么对于暴露前预防 也减少了18.3% 那么中国这个数据 我们可以看出新冠疫情影响 对我们HIV感染者的这种检测 或者预防影响是很大的 可能会造成我们HIV感染者的 新发感染的这种增加 那么同时在疫情流行期间 我们有很多的HIV感染者 或者埃增病人 他们受到我们疫情的 这种防控的措施的影响 或居家隔离 那么可能他们取药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么在中国这样一个调查 可以发现 接近有32.6%的HIV感染者 面临着停药的风险 那么这个是当时在2020年1月初 我们武汉表现的最为特殊 我们武汉采取了一个居家隔离 这种一个限制措施 我们所有的HIV感染者 都不能到医疗机构来取药 几乎是都是在家里 我们采取了剂药 或者送药到家的这种措施 才保证了我们HIV感染者 这种药物的这种可持续性 这个影响我相信在我们国内 或者是在各个流行 疫情流行比较严重的地区 都是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的 同时我们可以感受到疫情期间 我们HIV感染者的 他们的压力会更大的 压力更大的 这种心理状态 身心的影响 包括社会的支持 家境支持 还有药物的这种可及 包括预防 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个我想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在武汉的疫情 游行期间 我们采取了 给患者送药到家 寄药到家的这样一个措施 但是我们快递了 5700多数的药物 给患者到家里去 但是我们有20多个这样患者 拒绝我们给他送药到家 或者寄药到家 这样的进求 他们宁愿停药 也不愿意我们给他寄药 这为什么呢 他们因为和家人居住在一起了 他们害怕家人 知道他们这种感染状况 泄露他们的隐私 那么在疫情结束之后 我们迅速地给他送药到家去 那么让他们得到很好的 更好的这种治疗 可以想想在疫情影响期间 我们HV感染者 他们面临的压力 和我们普通人群 是要高得多的 那么就前面的这些 所有的因素加起来 我想在疫情风险 比较高的这种疫区 我们HV感染者的这种死亡率 可能会上升 因为他的新发感染可能会上升 那么他取不到药 那么病毒得不到很好医治 可能这种死亡率上升 所以我们必须要采取有效的措施 来应对这一个局面 这就给我们带来第三个话题 我们在后疫情时代 我们如何去关注我们HV 和艾滋病患者的这种管理 给我们带来哪些思考 我想在后疫情时代 或者是疫情流行的期间 我们对HV感染者的这种管理 需要五位一体的 首先是我们政府 我们的医疗机构 我们的医务人员 还有我们的社会组织 和我们的患者也共同努力 来做好我们这样一个应对 首先从政府层面来说 我们政府必须要起到一个主导 或者协调的这种作用 那么在我们国内 这个疫情流行期间 我们中国疾病控制中心 都采取了有力的这种措施 迅速地以文件的形式 下到了各个县市 采取就地取药这样一个措施 就是我们所有的HV感染者 在家里都可以联系到最近的这个治疗点 免费地给他拿到这个抗敏毒的药物 那么即时地向全国HV感染者 和我们的医务人员 发放了这种全国各地的这种 省市的这个医疗机构的联系方式 让我们的HV感染者 能够找到他最近的这个抗敏毒治疗点 我们免费地给他提供借药这种方式 我想政府在这一块需要做到很重要的工作 那么作为医疗机构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统促的概念 很多医疗机构都会去做这个新冠的这种防护 所以说我们必须在医院的布局上 拿出一块地来 避免专门我们HV感染者这个服务 避免医院的感染的发生 同时我们必须要 有两个关键问题要去做 第一个是一定要留取更新我们患者的这种联系方式 他的手机号 他的微信号 或者是他的QQ号 我们必须要进行更新 同时要将我们的医院的 治疗医疗机构的这种微信公众号 或者是我们的联系方式要告诉他 让他们我们二者之间要保持这种交流 网络上的线上的这种交流 同时我们要通过各种手段 要保证艾滋病毒感染者 他们能够得到检测 或者是他们的预防的这种用品 比如说我们暴露钱 或暴露会预防的这种科技和便利 我们就要保证 那么作为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 我们要尽到一切的努力 要确保HQ感染者的疫情流行期间 他能够领到我们的这种 抗病毒治疗的药物 在武汉疫情流行期间 我们所有的HQ感染者都居家隔离了 居家隔离达到了 接近70天的这种时间 那么在这个期间 我们采取措施 前10天我们采取的是 和生活组织一起 给他送药到家的这种方式 解决了200多个人的这种用药问题 后来我们又采取了邮寄的药 我们送快递了将近5700个人的药 这样都保证了武汉市的 这个所有的HQ感染者 他们有药吃 当然我刚才提出来 有20多个人 他不愿意我们再送药 所以这个我们电话呀 和这个通讯工具和患者 进行网络上的交流 减少面对面的这种交流 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同时我们想 对这些病毒载量控制比较好的 健康状况相对稳定的这种人 我们想应该推迟了常规的医疗检查和实验室的检查 减少他这种交叉的这种感染 那么对于计划换药的人 我们可能要推迟他的换药 直到我们能够进行正常的这种密切随访之后 我们才能进行一个换药 同时我们还要 刚才我前面说了 要提高我们这种新冠诊疗的这种水平 特别是在界面诊断上要进行提高 这是我们医务人员要做的一个工作 那么我们在保证患者能够取药 吃到药的这种情况下 我们还有一个工作需要做 这是患者的这种身心健康 我们心理学的这种辅导 还有我们要告诉我们患者 一定要保持社交距离 戴好口罩 讲究手维生 我们所说的新冠的防治 让他们减少感染新冠的这种概率 我们不建议他们为了预防新冠 而去改用我们的这种抗病毒的治疗方案 就是前面我们讲了很多 有一段时间大家都说 这个伊特拉维和克里芝 它能够预防这个新冠的发生 其实我们是不建议的 同时我们最好 给患者保持90天的抗病毒的药物 避免他可能弹药的这种风险 我们当时给患者寄药 就是寄了90天的这个药物 那么最后来我还想跟他探讨一下 就是关于新冠 HIV感染者新冠疫苗的接触问题 所以这段时间 我们大家都比较关注这个话题 那么在美国指南中间也明确说了 因为我们前面谈到了 HIV感染者是我们新冠感染的高危因素 同时也是他重症化 或者是死亡的高危因素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给他们注射疫苗 但是那么注射疫苗的有安全性和有效性 到底是怎么样 其实现在还没有很好的这样一个数据 来进行一个报道 但是我们从既往的这些经验上来说 我们是灭活疫苗或是mRNA疫苗 它应该是安全的 对我们HIV感染者来说 可能那么它的免疫功能低下 可能产生新冠中和抗体 保护性抗体的这种时间会延长 那么抗体低度可能会减弱 或者次序的时间可能会减少 那么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研究 但是我们想在安全性上是应该是可以保证的 因为它是一个灭活疫苗安全性是安全可以的 那么我们在网络上没有很好的这种研究数据 但是在网络上 你会时空上有一个网络数据 他们调查了我们HIV感染者 有接近400人的这个接种了我们国家产的这种新冠疫苗 发现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 仅仅只有1.08%的人出现了这种乏力 头晕了激痛的这些不良反应 没有出现可以需要抢救的这些不良反应 我想我们需要HIV感染者需要注册新冠疫苗 应该是安全的 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数据去总结 我相信我们国家也会出现相关的指南和共识 去对HIV感染者新冠疫苗的接种 这一个话题 这就是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